小妖抓住公身抛给香柳道 我看她如月色流光变换她脚跃 好名字 香柳赞道 她面带欣赏的俯过公身 又颠了颠重量 抛给小妖道 射一箭看看 小妖说 想让我射什么 香柳随手摘了一片叶子 往空中一弹 叶子变成了一只翠鸟 在她灵气驱使下 翠鸟快如闪电 飞入云霄 香柳说 我用了三成灵力 小妖静心凝神 搭剑晚宫 搜一声 剑飞出 一只翠鸟从天空落下 香柳伸出手 翠鸟落在她掌上 银色的见证中 翠鸟的心脏部位 小妖经不住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师父 对我这个徒弟可还满意 香柳似笑非笑地瞅着小妖 我对你这个徒弟一直满意 小妖有点羞脑 瞪着香柳 我是说剑术 香柳一脸无辜 我也说的是剑术啊 你以为我说的是什么呢 可惜我的功在大战中损了 不然倒可以和脚跃一比 香柳叹道 小妖得意地说 给我助攻的金天星陈说打造此宫 所用的都是西式难寻的东西 就算是我爹爹 想集齐也很难 真不知道那人是如何收集齐了所有材料 香柳眺望着高天的月亮陷入了沉默 仿佛思索了一会儿 才缓缓道 焦人谷是在东海底的焦人墓穴里寻的 海妖丹是在海猎处埋伏了三个月 才等得了那海妖觅食 海底竹和猩猩沙士托付焦人收集了十数年 最难得的却是月光时 我在极北之地的万年雪山顶上寻了七年 香柳从小妖手里拿过脚跃 对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的小妖道 见来 小妖迟疑地给了她银色小剑那那道 不可能 角月以任我为主 你无法 话未说完 香柳行云流水拉弓搭剑 这剑便如斜风果雷一般 嗖的一声射跃而去 只见小剑在目力所能及的致远处 又灵巧地调转方向 快若流星一般回到了香柳手中 她淡淡一笑 又把角月交换于小妖手上 对小妖道 我给你这聘礼如何 小妖正正地望着香柳 心里千姿百味 有惊讶有欣喜 更多的却是酸楚和不解 她伤心地问香柳 你那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香柳苦笑 告诉你又如何 我早已决定战死沙场 小妖扑进她怀里 低声问 那现在呢 香柳抬起她的脸 凝视着小妖的眼睛道 小妖 谢谢你 小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她的稳落下 香柳却拂开了她的袖子 弯腰低头 稳住了欲望上的银色月牙 直到肌肤 微红才放开 她用手轻抚着月牙道 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纹身 就想这样做了 小妖双手捧着香柳的脸颊 细细看她 这个男人的心如深海 每一次带给她的都是惊涛骇浪 这把弓曾经无数次就自己于生死存亡之际 她已经不只是把武器 而是绝不会背叛的伙伴 是绝望时唯一的倚靠 直到今天小妖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倚靠的都是她无私的爱意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送我这把弓的 小妖问 香柳从容道 从我教你射箭开始 我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很好 小妖低声问 你那时为何要执意教我射箭 香柳沉声道 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保护别人时 再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在前面 我要你有力自保 小妖感觉自己的心塌了一块 再也忍不住绝地的泪水 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般 毫无形象地大哭起来 香柳被她弄得手足无措 只能轻轻拍着小妖的背 无奈地说 再哭我可就不客气了 她吸着鼻子抽烟道 那你想怎么不客气 月光下的小妖 毛子被泪水洗得格外清亮 含羞待怯地躲在自己怀里 真如夜风中一只带着露珠的桃花 香柳既想狠狠地欺负她 又想秘秘地含着她 一颗心被她给绕成一百个结 她一言不发 抱起小妖便放在天马上 一声轻笑天马 载着二人腾空而起 小妖迷糊地问 我们去哪里 香柳在她耳边低语 去能对你不客气的地方 小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红着脸半天才到 能不能回客栈 我想早上多睡一会儿 香柳忍不住笑了 调转码头往清水镇的方向去了 小妖裹了香柳的斗篷 被她牢牢还在怀里 随着天马起伏 睡意如同潮水侵袭 她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迷蒙中 小妖到了一处温暖的所在 她像是坠入了清醒的梦里 睁不开眼睛 只是呢难道 香柳 嗯 我在 在小妖耳边响起 略带慵懒又含着笑的声音 她感觉到 先是有轻轻的吻落下 眼睛 鼻子 耳垂 脖子 好痒 她心里想 便忍不住呵呵地笑起来 往边上躲 却被禁锢着 退无可退 躲无处躲 只能挨着 脖子上的轻吻 却慢慢变成了嘴唇和齿间的丝膜 肌肤被咬破了 有淡淡的血腥味 小妖浑身酥麻 身影出声 那声音焦得能滴水一般 接着是粗力的双指顺着她的脖子 缓缓向下滑去 到了锁骨处来回流连着抚摸 又一个吻轻轻轻落在了小窝里 这手指又继续向下 仿佛是火肿一般 所到之处在小妖的肌肤上点燃了一簇簇的小火焰 只烧得她神魂颠倒 口干舌燥 她忍不住含糊道 香柳 我好热 身体在手指下扭动 这手指动作一顿 接着小妖就感觉到衣服缓缓被包开 一阵凉意清洗 她肌肤上力拾起了鸡皮疙瘩 她双臂搂着手指的主人 本能地靠向热源道 冷 香柳看着这样的小妖 咬牙控制住 自己想把它揉碎在身体里的欲望 喉咙里的喘息暗哑低沉 热热地喷在小妖的胸口 低头隔着肚都含住了小妖细细的舔 小妖像被她喊化了 全身一点力气没有 只能发出似哭似叫的身影 带着热的手掌轻柔地俯到了小妖的腿根 然后整个裹住了小妖揉弄 小妖脑子一片混沌 快赶在身体里不停地累积 最后像潮水一般淹没了她 她一边哭泣 一边站立着融化成一滩春水 潮水退去 小妖实在是太困了 眼睛都睁不开 意识沉入了甜蜜的黑暗里 香柳抬头低哑地唤她 小妖却发现她已经沉沉地睡了 香柳看着她满足纯真的睡颜 又恨又爱 却别无她法 只好咬牙翻身在小妖旁边躺下 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她做棋给小妖盖好被子 平心静气了一会儿 实在憋得难受 只能又穿好衣服出了客栈 天马早就在马厩里睡着了 香柳面无表情地把她拍起来 一人一马飞去了葫芦湖 小妖一夜好眠 睡到日上三干 才恋恋不舍地从榻上坐起来 阳光已经照到沙漫上 小妖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香柳 房间里又暖又静 她舒服地撑了个懒腰 缓缓地下了榻 她走到桌前倒了茶水 慢慢地挫着 香柳带着早点回来了 小妖第一眼看到她 发现她的黑发还有点湿漉漉的 更显得她清俊非常 不知怎么就记起了昨夜的缠绵 脸红地招呼她 你回来了 香柳还带着点气 把早饭放桌上 冷到 吃 小妖看她眼下有点黑影 好像没睡好 便关心地说 你昨夜没睡好吗 向柳冷哼了一声道 你说呢 小妖似懂非懂 又仔细回忆了一下 昨夜的细微之处 才细声细气地修道 我太困了吗 香柳 看她一派娇羞 哪里还能生气 只能无奈地说 那你欠我一次 下次不能抵赖 小妖羞着胡乱地点点头 拿了个包子塞向刘嘴里 不准她再说话了